变故来得如此之快 饶是众高手都没有想到 还在拼杀的高手见状 尽数飞退 难以置信地望着那空中 流絮般飘零的尸灰 只见一缕神石的白光 得一团暗金色的火焰包裹着 慢慢飞到了陆辰的面前 陆辰面无表情 冷军残酷 微一张口将那缕暗金之火 吞入腹中 随后一目半息 方才长出了口气 冷冷地站在密原星沙树密洞的洞口 肃然地盯着沟雨 啊 音乐死了 众人震惊地盯着陆辰 下意识地打了个寒颤 事实上 在场的高手谁都没看清陆辰是怎么出手的 但是因为如此 未知事物给众人带来的恐惧感才变得一呼的强大 啊 怎么回事 忽则收剑 飞到浦宁身边问道 之所以问他 是因为他离着音乐和陆辰最近 浦宁摇了摇头 脸色铁青地打亮着陆辰 回答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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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清吗 虎则一争 没 秒杀一级鬼仙 还是一个下街的小子 说出去没人相信 可正是就摆在眼前 由不得众人不相信 混蛋 勾玉清醒过来 怒发冲冠 一双眸子狠狠地瞪着陆辰 臭小子 还我婆子明来 哭的一声 音乐临死前的支言片语暴露出此事乃是陆辰所为 勾玉再也忍不住道理的死去 壮如风魔般地祭出了月轮法宝 凄惨的光滑笼罩陆辰的头顶 众人紧紧地凝视着陆辰 只见陆辰平地一滑 退出百米 双拳握紧两大法宝 一身暗金的煞甲 将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 看那月轮追来 也不退让 龙魂剑割破之间 顿时化成无数针芒剑影 围成一个巨大的流星碎尸阵势 把自己和勾玉围在了大阵当中 谢光冲天的天际山上 两大高手交锋一处 置身室外的高手们 没再继续抢夺觅点 而是紧紧地盯着陆辰不放 他的每一个动作 甚至每一个表情都落在了重高手的眼底 在场步伐二级天险类的高手 慧眼如炬 大战紧紧打响片刻 众人皆是看到陆辰眼中突然闪过两团 好比那诡异的暗火之火的光芒 跟着 砰的一声 欠阵变得迟缓起来 而勾玉则是抱着脑袋 连月轮都不顾远一远地撞在了某处洞口上 碰 天际神乃是圆灵石所造 坚固无比 勾玉撞到山上 被巨大的反阵力推回 赫然趴在了地上 火 是火 是火 勾玉倒下 没能再站起来 而是趴在地上 用不可思议的目光 像看着怪物似的看着陆辰 不停地 火 火 而他演之前的音乐娘娘一样 只喊了几句话 随后 哼的一声 被体内涌出的暗金火烧成了飞灰 只有一缕神石之光回到了陆辰的手上 继而被其吞下 惊 天机山上寂静的气氛 令得在场众多高手为之震惊起来 众人皆是停留在离着陆辰不远的地方 满是惊恐的打量这个来自下界还没飞生的毛头小子 怎么回事啊 虎宁感觉自己快疯了 连续两次都没看清陆辰是如何出手的 但是结果却如出一辙的诡异 两个一级天仙高手就这么死于非命了 普则 宗前 紫妍 阿古罗 阿弥罗 甚至是君莫迪 天书 都满目惊恐 啊 杀人于无形 这是什么宪法 难道 是邪君的抽魂仙术 宗前突然蹦出一个宪法的名字来 不自然的倒退了数部 邪君 冷中邪 紫妍等人同时倒抽了一口良气 陆辰撇了撇嘴 心道 什么冷中邪 道爷不认识 道爷使得是艳艳咒 艳艳咒 那是永生长河宝殿中每七层的上古仙法 所来不详 但陆辰知道 能够在第七层出现的都是厉害的仙法 修炼的时候 陆辰就知道 艳艳咒这项仙法 贵在出其不意 口中念诀之后 利用神识在对方体内种下火符 然而迅速燃起 自内而外的杀伤对手 令人防不胜防 而此符咒最大的优点 同样也是缺点就在于 同级高手效果不强 弱一级的高手中招几率很大 只有修为高过自己才能免疫 勾玉和音乐娘娘很可怜 他们都是死在艳艳咒下 只有到了快要死的时候 才知道自己中了陆辰的暗算 陆辰当然不会把自己的底细说出去 之前要不是音乐娘娘咄咄逼人 按下杀手 他也不会暴露底细的 早早使出艳艳咒 不过这也好 两次出手都得手了 让陆辰对此咒的强大 抱有很高的期望 而这还是咒法先说 要是得到天机变化的口诀法门 还不知道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天书看着陆辰 双腿忍不住打颤 他是二级的天仙 实力不弱 饶是如此 面对音乐和勾玉 也不敢说在分分钟的时间内 将两人斩杀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陆辰的手段很高 高得根本不像黄汉冲形容的那样 只是一个下界的修真剑 说不得他有什么奇遇 有靠山呢 好拉的手段呢 这位小弟弟让我观目相看了 魔女紫言机灵 咯咯笑了起来 这次心智极其沉稳 恢复也很快 只是那句小弟弟 让陆辰听的不是滋味 不知廉耻的魔女 陆辰心里怒骂了一声 毫无怜香惜玉的心思 也没有再被紫言的搔手弄姿 而搅得欲火生腾 那斯明摆着不是好东西 到现在还惦记着 把自己吸成人干呢 不动声色 陆辰走到鬼界两大高手 尸首消失的位置 将两片月轮收了起来 跟着是乾坤带 无一遗漏 上界的使者身上的宝卧 在众仙玉来讲绝对无价 陆辰当然不会浪费 而这个时候 陆辰做什么也没人敢阻拦 毕竟那神鬼莫测的新火手段 现在已经成了众人眼中 不可触碰的存在 陆辰就站在顶端三个洞府 和下一排洞府中间 他的身边是一片低矮的树木 稀疏的程度 能够透过枝叶 看到上方洞口 盈润的尽致光辉 此时此刻 众高手纷纷退后 并不是想把陆辰孤立出来 实在是陆辰的宣法 恐怖的令人发指 陆辰一看 还心下直乐 这群人竟然被艳艳咒吓到了 那更好 倒也不如直接到最上面一层 把东西取过来得了 心里暗笑着 陆辰的表情没有变化 还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看谁 谁心里发毛 环视一眼 陆辰轻轻跃起 跑到大无望红蹄仙法的洞口 看到那金光闪闪的自怜 心里忍不住激动 不激动 是假的 那可是能够修炼到五重变化的 四央仙尊仙法呀 哎 正好给冷寒修炼 正当陆辰准备入洞口时 忽然右后方 一道破空的声音急射而来 速度之快 令人咋舌 不知小辈 学了曲曲艳艳咒 就敢在此装腔作势 给我闪开 什么 陆辰文言色变 让他惊讶的 不仅仅是因为 此人的气场远超在场人等 更是因为此人竟敢喊出 艳艳咒三个字 裂风袭袭而至 陆辰不敢大意 头也不回 转身一扭 划开数百米远 突然出生之人 飞快的出现在洞口边缘 目光一扫 武宁普泽等上界使者 君莫敌 天书 皆是打了个寒着 只见来人 身着黑袍 周身气势阴沉 仿佛刚从地底中逃出来似的 阴寒的气息笼罩了整座天际山 就连周围的气温都因此人的到来而降低了几倍 此人身材瘦小 有如竹竿 食指露出袍袖半截 赫然留着长长如利爪般的指甲 他的手黑死焦炭 老手枯干 身上更是生机全无形同死人 三级鬼仙 君莫敌 莫的变色惊呼出来 那个惊疑一声 音森一笑 铁向君莫敌道 哼 想不到此处还有能够看出老夫的人 君莫敌 看来你也非同一般啊 君莫敌闻言 脸上的惊容忽然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自信的表情 大步站出气势一涌 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正是三级天仙的修为 谢去了伪装的君莫敌 自信一笑道 哈哈哈哈 君莫还没打算以这个身份见人 不过阁下既然肯现身 君莫自然不能继续装下去了 哈哈哈哈 但不知阁下是何人 好说 那人把兜帽摘下 露出一张奇丑无比的鬼脸 用着沙哑的声音回道 在下昆甲 三级鬼仙昆甲 听到此人名讳 普宁几人无不闻声色变 随后满是怜悯地看向了陆臣 陆臣知道此人实力不凡 但没明白几人眼神中的意思 昆甲介绍完自己 脸上的笑意马上收起 玄机 恶狠狠地盯着陆臣道 臭小子 你杀我徒儿 这笔账怎么算 你 你徒儿 陆臣大祸不解 普宁带着细血的笑意言道 陆臣道友啊 这位便是你刚刚杀死的勾玉和音乐娘娘的师尊 哦 陆臣明白了 赶前刚才杀的鬼界两大鬼仙 是这老头的徒弟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陆臣点了点头 不卑不亢地笑道 修真界以实力为尊 音乐想杀我 我自然要回敬于他 勾玉也是一样 阁下不会认为 我就是该杀的 他们就是该死的吧 哼 我昆甲的弟子想杀人 那个就得站着等死 昆甲高傲地说道 陆臣一听 鼻子差点没气歪了 感情自己就是该死的那个 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了 哼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陆臣退后一步 气势易勇 稳稳地保持在一级天仙的水平 言道 那还说什么 我没话好说 阁下想要动手 尽管来 天机山地回荡着不平静的肃杀之风 君莫敌都没想到 鬼界这次派来的高手中 还有像昆甲这种三级鬼仙的人物 在妖魔仙佛 众强齐集的上界 一二级鬼仙 只能算作入门的仙人 不合格的仙人 从三级开始才是真正的高手 神通强者 很多天才人物 达到三级这个界限 都会受到宗门派系的重视 传授天机变化之法 赐予修炼宝典 赠给上好的法宝 以作重点培养 而能够受命下界的人物 必须是飞升时间不长 对下界还有一定记忆和了解的天资卓绝之辈 昆甲 昆甲与仙界 身为远拨万里的原因 正是在于此 如此时 昆甲用着 疲逆天下的目光 高人一等的姿态 仿若看着笑话般的眼神 打亮着陆尘 眼角 一勾再勾 没有杀意 用的 只是浓重的轻面 昆甲与仙界 此书成绩天机火树 以昔日焚火城 讨厌密点最为精湛 修为高深可伤敌于无形 但是此书有一大弊端 那就是实战此书之人 必须比对手修为高上一分 否则先数便会失效 老夫说的可有错 昆甲字字朱击 只言片语把陆尘的 艳艳咒的特点宣说出来 眉宇轻挑 满事不屑 显然 他知道陆尘的修为 不在自己之上 所谓的先术 也就不会有半点作用 陆尘紧咬牙关 一声不吭 昆甲所说的没错 但并不是全部 他得到艳艳咒的时候 并非记载对付比自己实力高强的对手 不会起作用 而是几率很小 一旦成功被对方提早发现 可以以强大的神念驱除 显然 昆甲对艳艳咒也是道听途说 但陆尘不打算揭破 哼 他越这么想越好 万一成功了 就算是三级鬼仙 也能烧死你 惊言仙法 修真数百年的陆尘 也不是好惹的角色 这次看上去人畜无害 其实那都是他面具下的伪装 真的关乎性命的时候 他才不会跟你讲什么公正 大义凛然呢 昆甲不觉得陆尘对自己构成威胁 然而 当在场修士听完这些时 一个个震惊的何不拢嘴了 陆尘是什么人 他还没有飞升呢 机缘所致提前达到了天仙层次 已然不易了 按照昆甲的话说出来 不难想到他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二级天仙的级别 竟是跟在场所有高手不相上下 比阿古罗 普宁等一级天仙还要恐怖 这就足以让人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了 宗前等人心怀疑虑的打量着陆尘 此时 再也不敢小瞧这个不显山不漏水的下界小子 尤其是天书更加不敢大意 此次为爱徒寻仇而来 没料到惹上这么一个大麻烦 陆尘是大麻烦 一个处理不好 自己就会死在下界 天书有点胆战心寒 心里把黄汉冲骂了几百遍 要是早知如此 他才不会跑来做着无意的争斗呢 要说天书对皇家 无非是看黄汉冲天赋异禀 日后恐有发展 天书的天赋并不高 他蓄意来培养黄汉冲 目的就为了以后 而给自己培养一个靠山 当然 现在这个未来的靠山 已经威胁到自己的性命了 那就分文不值了 混账的东西 给老夫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看老夫过后如何收拾你 一想到费尽心力的 帮黄汉冲冲夺注击 保住大成器的修为 天书就气得无内翻腾 不过 转过念头 天书又开始琢磨着 如何对付陆尘了